圣经里面,有两卷书 是用女子的名字为书名的 一卷是路德记 还有一卷是什么? 女士帖 主耶稣的家谱,阿太福音的家谱里面 有出现四个妇女 哪四个?大家想得起来 还有两个 有四个,路德跟他吗?还有谁? 喇河啦,喇河 这样子的话,五个 还有一个玛利亚,最后一个是玛利亚 还有一个 最早的是,大卫,八个八 对,这几个?五个是不是? 第一个,喇河 第一个,塔玛 然后第二个,喇河 然后第三个,路德 八四八 然后玛利亚,这几个五个 这里头有妓女,还有外邦人 然后还有别人的妻子 路德跟喇河,确定是外邦人 这可能另外那个谁?他嘛,可能也是 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只有谁?他们那一家人 其他都属于是外邦人 塔玛不可能是以色列人 所以路德 路德是少数几个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出现的女性之一 但是她的身份是很卑微的 她是一个磨压、一个外邦的寡妇 也一个贫穷的寡妇 所以这个故事,我觉得它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就是讲到一个小地方、小人物的故事 但是它却影响到整个神国度的发展 你很难想象说到,在那个时候 在犹大小巧的柏利恒,一个外邦的一个,回来的寡妇 居然它会影响到整个神的国度的发展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这就是路德 其实神很喜欢用小人物 你看像路德记跟以色贴记,有一些共通的地方 路德记跟以色贴记,有什么共通的地方? 这个主角都是女生 然后他们都是异主通婚 路德是一个外邦人,他嫁给以色列人 以色贴是一个以色列人,嫁给外邦的君王 波士王 但是不一样的是,路德是一个小人物 以色贴是在宫中,后来成为王后 所以这两点不一样 但是他们都改变了整个神国度的发展 他说一开始,他讲到说 当世事秉正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 那个世事记,大家记得 七个循环 六个循环 什么时候会遭遇到这些不幸? 什么时候? 有的时候会被仇敌欺压 国中遭遇饥荒,这不是仇敌的欺压 但是也是天灾 可见是从神来的 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百姓悖逆的时候,远离神的时候 灵性的光景非常不好的时候 在世事时代,这现象非常的明显,非常清楚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世事时代就是神做他们的王 所以,灵性的光景不好的时候,国内就遭遭 百姓的光景好的时候,国内就遭遭 所以这个时候,可见是国内他们灵性不好的时候 然后在犹大伯利恒,就有一个人 就带着妻子跟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区寄居 这个男的,叫做以利米勒 女的太太,叫做拿尔米 以利米勒的意思是,我的神是王 或者我的王是神,都可以 拿尔米的意思是,甜的意思 他们两个儿子 所以,感觉上这一家,好像蛮幸福的 但是因为你看这个图 这个树都已经枯干,就是稍微饥荒 为了要逃避这个饥荒 他们就到了磨亚地区 磨亚地在右边下面 这个伯利恒在左边这儿 磨亚在这儿 磨亚,这个感觉上是一个小国家 跟以色列比起来 但其实,在四世纪,有没有看到 以色列曾经被磨亚,征服被磨亚欺压 磨亚,有个磨亚王叫什么? 叫做伊基伦,非常的肥胖 后来神派遣一个刺客叫以护,给他杀了 杀了之后,刀刺进他的肚子,还被肥肉夹住 拔不出来,这就是磨亚这个国家 后来他们守在这个渡口 杀了很多磨亚的壮士 壮士原文就是说,那些都是胖子 所以磨亚的人都很胖 所以这个国家,算是一个欺压以色列的敌国 但是他们刚才那个以利米勒,阿弥迦 现在好像饥不得死 他们就从伯利恒到了磨亚,去避难 因为伯利恒有极荒 这个磨亚,伯利恒 伯利恒的意思是叫做粮食之家 但是这个时候却是闹饥荒 伯利恒另外有一个名字,叫做以法他 以法他的意思叫丰盛之地 但是这时候都不行,就是饥荒 所以他们到了磨亚 但是这个磨亚,神曾经对以色列人说 磨亚人他们的后代不能入耶和华的会 时代都明 我们读一下这个好了 雅门人或是磨亚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他们的子孙虽过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然后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磨亚亚门是怎么来的? 到底不知道他们怎么来的 这里后面有解释 我们继续看 为什么? 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 又因他们故了,你所获当你的毕夺人 磨亚的儿子,发来咒诅你们 你们一生一世,有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 磨亚是罗德的后裔 跟他两个儿子,磨亚门 但是神说,他们不能入耶和华的会 倒不是因为他们乱门的原因 而是因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来咒诅以色列人 这是他们不能入耶和华会的原因 他说,你一生一世,不可以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 所以,可见当时他们来咒诅以色列人 在神的眼中,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当然,那时候神有跟亚伯拉罕说 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们 那时候,磨亚王巴勒 派人来咒诅整个以色列民族 这是一件很得罪神的事情 所以,以至于他的后代 他们磨亚的后代 神说,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 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 就是,不可以参与耶和华的这种净患的这些活动 意思就是说,他没办法成为神的治民 他说,你一生一世 也不可以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 结果现在,当伯利恒这边闹饥荒的时候 所以,以利米勒一家,到了磨亚 这就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 所以,对于这一家人来讲 他们去到磨亚,是灵性的上升还是成文 所以,很讽刺 我们刚才前面看,以利米勒 他的名字叫什么? 我们转到前面,可以忘记 我的神是王 结果他没有让神做王 所以,他们到了磨亚的结果 后来以利米勒就先死了 剩下这个妇人跟他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后来在那边 就娶了磨亚的女子为妻 一个叫鄂尔巴,一个叫路德 这个也不是什么旨意 这个也是错误的 因为以色列人不应该跟他们这些 外八女子 所以,可见他们的那时候灵性是很糟糕的 在那边就还住了十年 马伦的意思 他讲兄弟,一个叫马伦 一个叫做基连 马伦的意思叫做生病 sickly 然后基连叫憔悴 为什么没给他们取这个理由? 可能从小就身体不好 从小身体不好 但是给他们取这个名字,也更不好 因为整天叫这个名字 越叫,他们就越糟糕 我们的话语里面有权柄的 他们可能没有概念 后来马伦娶了一个妻子,叫做路德 基连娶了一个妻子,叫做尔巴 路德的意思是朋友或者友谊 尔巴的意思是邓灵或者是中毛的意思 中毛就是马或者狮子旁边的那个马 就像他那个外套的头盗那边 这两个媳妇其实是挺善良的 虽然他是外邦人 结果这两个儿子都死了 马伦和基连都死了 结果他说,剩下拿二米 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 可见也没有孙子 他们都还没生,就死了 结果后来怎么办? 后来他们听说 神眷顾自己的百姓,施粮食给他们 于是,拿二米跟这两个媳妇 就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 拿二米对这两个儿妇说 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 愿耶和华恩待你们 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 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夫的家中得平安 就跟他们亲嘴 因为他跟着老寡妇回去,虽然没什么指望 不如回自己的娘家再改嫁 还有点羞 这两个媳妇,他们就放生而哭 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 这很不简单,对不对? 对啊,为什么一般说来婆媳问题 这个是很糟糕 他居然先人死了,还要跟着婆婆回应他的老家 可见拿二米有非常好的见证,对不对? 他很爱他的媳妇们 所以媳妇们看了这么好的婆婆,他们也爱他 所以拿二米的信仰,在他的身上活出来了 拿二米说,我女儿们回去吧 为什么要跟我呢? 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 他说,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了 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天有丈夫可以生子 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 在以色列,他们如果说是哥哥 没有后代就过世的话 弟弟有责任,要把这个嫂嫂娶过来 为哥哥生子立后 现在这两个儿子都死了 所以,如果拿二米还可以剩下老三、老四的话 还可以娶这两个媳妇 但是他说,我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已经年纪大了 就算我今天生孩子了 你们也不能等着他们长大 所以他说,不要这样 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 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 这句话有几个翻译 第一个,听详,比如说 主出手攻击我 所以,我为你们的缘故,更感到痛苦 他认为说,他现在遭遇到这些灾难 丈夫过世了,儿子过世了 是因为出于神的攻击 神在攻击他,他自己已经够苦了 但是他想到这两个媳妇,更痛苦 他说,我为你们的缘故,更感到痛苦 自己还可以承受 但是,想到这两个,他就没有办法 NIV 的意思是说 你们如果不改嫁的话 我会比你们更痛苦 因为主已经出手攻击我了 因为如果你看这个NIV 的话 他后面,他有一个,怎么说? 他有一个eat 这个eat,是指着他都有改嫁的事情 第13节,13节说什么? No, my daughter, it is more bitter for me than for you 这个eat,是什么?是前面这个 Would you wait until they grew up? Would you remain unmarried for them? No, it's more bitter for me than for you 你们如果不结婚的话,不改嫁的话 这件事情会对我来说,更加的痛苦 心疼他们 而且他自己是寡妇了,对不对? 他可以了解这两个媳妇 也是做寡妇的那种感觉 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拿尔米有一个认识 她知道说,他们到了摩亚 这些事情不顺,是什么原因? 他说,是神攻击他 事实上,是他的先生做了错误的决定 神攻击他也对 就是说,神在管教他们,在惩罚他们 所以,他才不顺 所以,当我们的灵性下沉的时候 遭遇到一些不顺 他也看得出来,这是神的手 不然哪是这样子 一下子的话,三个男人都死了 所以,他知道是神 但是,他并没有发怨言 你在这边,你可以看出来 他并没有说,我因此就不信神 他还是相信神 但他现在就是劝这两个媳妇回去 这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 尔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 只是路德舍不得马尔明 这个算是不简单 这两个媳妇跟他那么好 但是尔巴还是比较理性 路德比较感性 拿尔明说 看啊,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 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 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 这个尔巴,想想对了 真的,是跟拿尔明回去 真的没什么前途 所以还是回自己的娘家去了 但是路德不愿意走 他说,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 看他所拜的神 他那拜的神是谁? 摩押的偶像 摩押的偶像叫基摩 这个基摩是一个蛮邪恶的神 甚至于圣经里面有记载 摩押王有一次遭遇大难的时候 就把自己的儿子给杀了,献祭给基摩 让基摩来拯救他们 所以基摩,据说有时候 是要献小孩子给他做基务的 今天如果是我的话 我一开始不会劝我的媳妇 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 他回去就必须拜他的神了 不过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 旧约其实没有新约的这种观念 新约里面,我们就说 如果他不信我们所信的,他就沉沦了 他要信我们所信的,才会得永生 可在旧约里面,好像比较少提到得永生的观念 偶尔在几个地方有提到 所以那时候,多半就是死了,就是睡了 所以那时候,在旧约里面说 想到那些福分,都是今生的福分,比较多 亚伯拉罕非常有钱 以撒也是很有钱 他是用今生的这些福分,来预表 将来永生的福分 但是anyway 当时,并没有这个观念 就是说,他如果回去拜他的神的话 他会永远沉沦 好像当时,在旧约里面 所以这方面的观念,启示的比较少 所以在旧约里面,神那时候还没有要求他的子民 你们要到处传福音,要让人来信耶和华 好像没有 那时候,神最主要的是要在教育,在预备 在教育这些子民,为弥赞亚预备道路 那时候,救恩还没有传到外邦 所以那时候,拿尔米这么说,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对 他说,你就回去吧 因为你就是来信耶和华 我也不能说,你就因此得永生 因为在旧约里面,还没有这个观念 所以他就是说,他就已经回到自己的本国 跟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 但是路德,他说一句非常感人的话 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 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 我们一起念好不好 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站在那里 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 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伐于我 他讲这个话,意思就是他要跟拿尔米在一起 然后同时,拿尔米的国就要成为他的国 拿尔米的神要成为他的神 他讲这个话,我相信就是说 他跟拿尔米相处,也许最多 可能是不是一到十年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一方面发觉,拿尔米这个婆婆很可爱 他很乐意跟她住在一起 另外一方面,他可能也发现,拿尔米所信的这个神 他的这个信仰,比起他所拜的那个基摩 好得太多了 比那个摩尔德哥信仰好得太多了 所以,他也愿意让拿尔米的神成为他的神 让拿尔米的国成为他的国 他发现,这个国的子民,老百姓 跟摩尔德哥他们的不一样 有一个特别的气质 所以,他愿意规划成为以色列人 同时,他陪伴拿尔米回去 不是只是照顾他一阵子 他甚至于,当拿尔米死了之后 他也愿意在那边,一直到他死在那里,葬在那里 这是一个很深的尾声,对不对? 很坚定的爱 除非死能够死,你我相离 拿尔米是坚杜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 然后,两个人同行,来到伯利河 这是一段很长的路 你们想想看,两个女人,一个老的 一个是比较年轻的 那这一路上,从摩尔这样子走到犹大境内 到了耶路撒冷,有没有盗匪啊? 这个一路上,对不对? 还有那个气候啊 如果说是,一下子就起了暴风 或者是下雨啊 那他们要住在哪里啊?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一道路程 所以他还好有路,得,培,行 不然的话,拿尔米一个人走,怎么走啊? 一个老太太,走这么长的路 结果他们到了伯利恒,何臣的人都惊讶 大家说,这是拿尔米吗? 所以那时候,是一个小地方 拿尔米他们离开这边,已经十年了 一回来,全城的人都轰动 所以那时候,其实没什么新闻 这一件小事情,大家都很轰动 看得出来,也很有人情味 拿尔米就说,不要叫我拿尔米 因为要叫我马拉,是苦的意思 全能者使我受大苦,我满满的出去 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 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 所以他知道,他们那时候下摩亚,是错了 但他现在是怎样? 他现在回转,回转来到神所当初赐给他们那块土地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这可以说是他灵性上的一个复兴 重新回到他当初神所要他们在的地方 那这次回来,他当然 借着他可以说,什么都被剥夺了 被盗空了,而回转神了 所以他失去了什么? 失去了先生,失去了两个儿子 但是他也不是公公的回来,他带着一个媳妇回来 这个媳妇是神有他的美意 借着这些事情,让这个事情很奇妙 然后他说:"哪有你跟他儿父路德,从摩亚地回来的时候 这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动手割大麦在什么时候? 在三月间,在这个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是一年的农作物 要开始收割的时候,最先成熟的是大麦 之后才是小麦,然后是橄榄、葡萄等等 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他们一年当中 然后同时也是旱期开始 好,接着我们再读第二章 第二章 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有一条规定 立威纪十九章,九到十节 我们一起读好 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净田甲 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 不可栽进葡萄园的果子 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钓的果子 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所以,神对于以色列的人 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他们去收割庄稼的时候 他要求那些农夫不可以把庄稼都割得干干净净 如果你在收割的过程当中 能一把一把的这种卖税 如果有掉在地上的话 他说,不可以再去把它捡起来 为什么呢? 要留给那些穷人跟寄居的人来捡 为什么四角的那些庄稼要留下来? 就是要给穷人跟寄居的人 是吗? 对啊 他还没有收割啊 他就是 不说怕是说 割的时候,前间低角有的那 有的长得不很高 或者不壮的苗子 就是那边角下料 你不要把它收得那么近 要留下那些东西 你把主要的你收割了 睡的那些东西 还要眷顾那些贫穷的可怜的 对,就是旁边那些角落的地方 边缘的地方 你就别割得那么干净了 因为那个边缘的地方 一般就是你要把它割干净 还要特别去注意去割 对不对? 他说,那个地方你就留着不要割了 只要大片的地方 大致这样收一收就好了 留一些小地方 就不要去动它了 这样子 这些都是要给这些穷人和寄居的 所以神的律法里面 非常顾念这些穷人的跟寄居的 所以当路德回来的时候 他就,那时候刚好在收割了 所以他就对拿尔米说 从他往田间去 他去那边辞取卖穗 他对于拿尔米 看着非常的顺服 对不对? 路德对拿尔米 路德对拿尔米非常的恭敬 去之前先跟他报告 拿尔米批准了,然后再去 然后他去了,他说 他恰巧到了伊利米勒 就是他公公的本族的人 波瓦斯的那块田里 然后,那时候波瓦斯刚好从伯利恒来 波瓦斯他说是一个大财主 第二章第一节里面有提到 他说,有一个人名叫波瓦斯 是一个大财主 其实那时候,以色列人当中 他们的贫富倒不是非常悬殊 因为神让每一个人都有一块地 但是波瓦斯还是比较丰富的一个人 而且当中也算是比较有名望的 众人都尊重他的 他对搜割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他们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所以从这个对话里面,看得出来 波瓦斯跟他底下的这些人 好像是蛮近钱的 然后波瓦斯的意思就是迅速活泼 或者力量在他里面的意思 这跟刚才马伦跟基连的名词 相反 在他里面有力量 还记得所罗门建的圣殿 门口有两根柱子吗? 波瓦斯跟雅基 波瓦斯跟雅基 所以波瓦斯是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他就问,监管收客的朋友说 这是谁家的女子? 没见过 他就回答说,是那摩押的女子 跟随拿尔米,从摩押地回来 然后他就在这边捡这个麦穗 从早晨直到如今,住了在屋子里面坐一会儿,藏在这里 摩押的女子,其实在这边的话 她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风险 会被欺负,对不对? 对,外邦人 是外邦人,而且是一个敌国的女子 对不对?摩押曾经欺负过以色列 所以,她其实在这边很容易被欺负的 但是,波瓦斯怎么对她说? 她说:"女儿,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去失去卖穗 也不要离开这里,要藏与我的死女们再一处。 她说:"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他们去。 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以欺负你。 若渴了,可以到弃你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 所以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 他说:"我既然是一个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恕我呢?" 佛瓦斯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帮你向婆婆所行的, 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当中。 这些事,人都告诉我了。 这句话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 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祂的赏赐。 所以,拿尔米对于路德要跟随他,他心里头还是不放心。 因为他觉得,路德回他自己的娘家去,会更幸福。 但是,波瓦斯却是给他祝福。 他说,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他引来是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 他说:"愿你满得祂的赏赐。 波瓦斯的灵性,比拿尔米好很多。 他说:"你来,神要大大的赏赐你。 因为他自己蒙神很大的祝福。 第一,他对他的仆人,就是奉耶和华的名为他们祝福。 然后,他的仆人们也是奉耶和华的名祝福他。 所以,他的家里面充满了神。 第二,他对人心胸宽大。 所以,他才会成为大财主。 你看到,他后面怎么样对路德那样子的宽大。 他现在有规划。 不能规划。 不能入耶和华的会。 所以,你就看到圣经里面,好像有一些例外。 例外。 因为上帝看到他的心,一个原本是被咒诅的一个族类,叫做磨压。 但是,有一个特殊的女子,是这样子的羡慕,来投靠耶和华的名相。 所以,这个叫做怜悯,向审判夸胜。 我们会在圣经里面,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 你看,像喇合。 喇合她是一个妓女,对不对? 妓女是非常富好的职业的人。 但是,她在主耶稣的家父里面。 这个路德,到后来也成了大卫的真祖母,在主耶稣的家父里头。 你看一下这个地方,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 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波阿斯他是预表什么? 基督法师。 主耶稣基督。 他预表基督。 路德,预表什么? 外邦人的教会。 外邦教会。 我们这些人,都是本来是不配的。 然后,但是神接纳了我们。 他在这里,路德在这边十岁。 有点像,后来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 他碰到一个,也是一个外邦女子。 然后,本来主是说,让这个饼要先给儿女吃,不好把饼丢给狗吃。 但是,那个外邦女子怎么说? 他说:"但是狗也吃睡杂儿,桌上掉下来的睡杂儿。 对不对?所以路德在这边,他那个十岁,就很像在那边捡那个睡杂儿。 对不对? 但是,所以说,我说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例外。 主耶稣来的时候,祂的使命是要向本族的人传福音。 但是,这个是叫什么?迦南夫人。 迦南夫人,反而破例,谋恩了。 因为她急着,很急。 她爱女儿,爱得很深。 那女儿被鬼附得太痛苦了,她就不肯走。 她就一定要主医治她的女儿,结果她就得到了。 另外,罗马的百夫长,也是个外邦人。 对不对?还有割离牛,也是外邦人。 所以,好几个外邦人蒙恩。 破例,蒙恩。 还有像摩达拉的玛利亚。 主耶稣复活以后,应该升上去,第一个给天父看。 对不对? 可是,因为摩达拉的玛利亚,这个太伤心了。 主耶稣就破例,先给她看。 然后,在身上去见父。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心,那么强,那么渴慕神,那么坚决。 有的时候,主会给我们破例,有破例的恩典。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神,不是很follow一个规定。 不行,照规定不行,你怎么样? 我们公私,我们的神从来不跟我们公私公办。 我们的神很compassionate。 他这个人心肠很软,这么说。 你稍微跟他哀求一下,你跟他怎么样, 他很容易破例。 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很打动神的心,像路德署。 顺便说,那拿尔米是预表什么? 圣灵,我觉得是圣灵。 有人认为拿尔米是预表圣灵,为什么? 因为路德是借着拿尔米,才来到托阿斯这边,对不对? 好像圣灵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 可是,也有人认为说,拿尔米是预表什么? 就是预表以色列人,我觉得这蛮有道理的。 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当以色列人施脚的时候, 有外方人就屁股上去了。 因为拿尔米他们一家人,灵性堕落,到了摩压壁。 所以路德才在这个机会里面,接上了他们这条线。 所以,他现在因着以色列人的失败, 他现在,他反而先得到这个久恩。 当外邦教会得着救恩之后,他反过来,他要祝福以色列人。 所以后来,以色列人也因着外邦教会得罪,可以这么讲。 所以后来,拿尔米也等于他得着了一个孙子。 所以我觉得,拿尔米是在预表以色列人,是非常贴切的一件事情。 所以,有人就用这个故事,讲到说,今天我们外邦教会,绝对不要好像是敌视、仇视以色列人。 我们应该要爱他,就像路德爱拿尔米一样。 所以他说,到了吃饭的时候,普拉斯就对路德说,你要这边吃饼,把饼站在处里。 所以他就要他一起来吃。 他就在受责人旁边坐下,他应该是坐在最维围的角落的。 但是,他们就把红热的穗子递给他,吃饱了还有剩的。 他又起来拾取麦穗。 你看,普拉斯怎么样来照顾他。 他说,对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以修复他。 并且要从捆里,故意抽一些出来,留在地上给他拾取,不可以赐下他。 赐贺他。 你看,就要从魂里抽些出来,故意留在地上,让他去捡,不可赐贺他。 这个已经是什么?恩典大过律法了。 律法是规定要吊在地上的,才可以捡,现在他还故意把它抽出来了。 对,而且物意抽出来,放在地上,让他捡。 让他捡,就是给他尊严。 不是说:"来这些给你,这样子。 他就是给他尊严,让他自己去捡。 然后,后来他说:"这样,路德在田间失取麦穗,一直到晚上,把他所失取的打了。 因为他所失取的是,是麦穗上面黏着麦粒。 他需要把它打一打之后,把那个麦粒打下来之后,那个梗就不要了。 所以,把那个麦粒打下来之后,甚至于连外面的康脾,或者比较的康脾,也给它去掉。 因为实际上,真正打的话,要连那个一起打掉。 然后,他说:"有依依法大脉,依依法是差不多22公升。 22公升有多少? 我们那个牛奶瓶,是差不多4公升。 所以5瓶左右,5瓶多,5瓶半。 5瓶半的牛奶瓶,那么多的。 所以,它都是放在外套里,用外套这样子,给它包起来。 所以,它等于也是,你看它也照顾它的婆婆,对不对? 把持宝的剩下的,也带给它婆婆。 婆婆就问她说:"你今天在哪里,死去卖穗啊? 愿它顾虚你的得福。 她说:"我今天在一个名字叫婆阿斯勒那里,做工。 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跟死人。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恩待活人,就是路德的婆婆,拿阿米跟路德,对不对? 那怎么又死人?那死人是指谁啊? 因为他眷顾寡母,还有寡妇,对不对? 就是等于恩待爸爸跟儿子,是吧? 他就说:"他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致敬的亲屎。 就是跟他关系是很close的。 路德对我说:"你要紧随着我的仆人,死去卖穗, 只等到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 所以,拿阿米就对他的福路德说:"女儿啊,你要跟着他的使女出去, 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的前间,这才为好。 为什么? 为什么波阿斯叮嘱她,不要在别人的田间? 那婆婆也是这么说:"不要再去别的田了。 因为你恰巧到了波阿斯的田,对不对? 就一直在这个田里面,不要再去别的田。 为什么? 因为你蒙了恩了,这已经神给你恩典的时候, 你就不要早占牧师。 你就follow这个。 好,不要再三心二意。 好,我们看一下第15节的最后一句话。 你看,这么好的一个属灵的家庭,对不对? 波阿斯还是要记得叮铃她们,不可以羞辱这个外邦女子。 好,再看16节的最后一句。 不可赐贺她。 一个是羞辱,一个是赐贺,对不对? 他如果到别人的田,会怎样? 一定会受羞辱,一定会怎么样? 被赐贺,一定会被人家欺负。 在这么好的一个属灵气氛的家庭里面,尚且还需要提醒。 何况别的田,他绝对是会羞辱,会赐贺,会欺负外邦来的女子。 可能会把她赶走,对不对? 所以他这样子讲,是保护她。 不一定,但是有可能。 所以,至少说你在这个田里面,是蒙保护的。 在这个田里面,是被恩待的。 那你就不要再去冒险,去到别人的田。 因为在那边,你不知道会碰到什么事情。 会令人都会心肠这么好。 对,因为他们会侵害这些外邦人。 我再问一个问题,第7节。 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 他从早成,直到如今。 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一直都在这里。 一直都在这里。 这个不合本的长,总是让我们觉得,好像有的时候可以不在。 不是这个意思。 对,我们看一下英文的第7节。 她说,她说:"Please let me glean and gather among the shaves behind the harvesters." 你看,下面一句。 She went into the field, and has worked steadily。 一直在工作,一直在捡,一直在捡,一直在捡。 From morning to here now, except for short rest. 一个很短的休息,在这个棚子里面。 in the shelter. 他们在收割的田的附近,会搭一个棚子,因为有太阳。 他为什么要这么殷勤? 第一,他是一个很勤劳的人。 对不对? 你能说他贪心吗? 够吃就好了吗? 为什么这样子?一直做,一直做。 他做的目的,就是要能够更多。 对不对? 好,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图。 就是那个大麦、小麦收成的那个图。 可以转到那里吗? 这个图。 他在这个时候去跟着点卖税,对不对? 好,收割完了以后,他有没有可减的? 没有了,你就。 然后他们就要重新再撒种,对不对? 再播种。 对,所以他要有存粮。 知道吗? 就是说,你这个时候要存很多的粮食, 位置以后。 你看看,这个从十月才开始播种, 一直一直一直要到三月才开始收获。 所以他要存好几个月的粮食。 两个女人要吃,对吧? 所以他就是这样拼命去捡,拼命去捡。 把她们存起来。 所以你看他这个大历史。 二十二生,这样子兜回去。 很勤劳,又非常的有力量。 那个爱,使他有力量。 爱婆婆的心。 好,这里有一个term,很特别。 说,普拉斯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自禁的亲属。 自禁的亲属,你看英文是什么? 叫做Kinsman Redeemer。 叫做自禁的救赎者。 所以,这个在旧约里面,它是有一个特别的地位的。 就是你的亲属,他们可以救赎你。 如果你有一些什么东西,拿去抵押,到时候拿不回来了。 因为你没有那个能力,拿回来。 你的亲属可以有这个权利,帮你把你所抵押的那些东西, 卖掉那些东西,给他买赎回来。 这个叫做Kinsman Redeemer。 这是最近的亲属,该尽的本分。 好像很吃亏,对不对? 如果我成为一个非常贫穷的亲属, 我跟他关系很近, 他欠的什么东西,我都要去帮他还。 会不会觉得很吃亏啊? 不会。 好,为什么不会? 因为荣若与生嘛。 我们多多的帮助人,主会怎样? 会惨还的。 记不记得正宴里面有一句,他说, 对,对,对。 慘爱的人,你也慘爱带他。 弯曲的人,你也有弯曲带他,等等。 我们怎么带人,神就怎么带我们? 还有一个一节,他说, 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 耶和华必偿还。 所以这个贫穷人,他不一定是我们的亲属,对不对? 你怜悯一个陌生的贫穷人,耶和华都会偿还。 更何况你是一个自尽的亲属,你有这个责任,对不对? 然后你高高兴兴的,你不要觉得我好倒霉,跟你做了清楚。 但是,你如果高高兴兴的去做,这个原则更会在我们的身上, 怜悯贫穷的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必偿还。 而耶和华偿还那时候,有没有利息? 绝对有利息。 所以,比我们当初去怜悯他的那些数目,还有利息社会。 所以,波瓦斯在这边,充分的预表基督。 基督是我们的redeemer,我们的救世主。 为什么是最近的? 因为他道成肉身,他成为人。 所以,他常常在世界上的时候,都会说自己叫做人子。 他是人的儿子。 所以,在这边发生一些什么刑案,有些人被杀。 那到底要通知这个死者的家属? 报纸上就写说,警方要通知他的next to king,隔壁的。 就是说,跟他最近的亲属,要通知之后,警方才能够发布这个人的名字。 所以,于是路德跟波瓦斯的子女,就常在一处持取脉椎, 直到收完了什么?大麦跟小麦。 路德仍与婆婆同住。 刚刚讲大麦,然后一直到小麦,所以终于有好几个月,大概三个月左右。 所以这段时间,他就一直在勤劳的做工。 路德记就是说,一首田园的诗歌,也让我们一般小老百姓,特别有感触。 有人说,你读以示贴记,还会觉得说,以示贴,王宫,离我们太远。 但是路德记,会让你觉得很贴近。 但是感谢主,我们虽然是小人物,但是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产生大的影响。 像路德一样,对不对? 你不知道说,在这样一个小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居然是影响到永恒。 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所在的地位,还有手中所做的小事情。 对,还有我们的心。 因为路德的心,所以让神的很多地方,他获利。 而且,不仅让他成为神的子民, 甚至于成为大卫跟基督的先主。 这是很大的福分。